我觉得我访问过很多国民党的朋友 他们这个最多就是还是在讲说 在联署之前都希望郭总可以回心转意 甚至你联署也没关系 可以阿Q到这种程度 你联署也没关系 只要1月24号你不要交出去 大家还是可以好朋友 我觉得天哪 国民党你要被郭台铭临持到什么地步呢 最近我听到一个国民党内的一个天方夜谈 大家就听到听听这个故事版本笑一笑就好了 就说5月17号在征召之后 郭台铭还是有去找侯友宜谈 那当然朱立伦跟郭台铭讲的态度是说 反正现在党的就是说 侯友宜就赢了嘛 侯友宜就赢了啦 那我们也没办法嘛 民调就是这样 那你现在唯一的方法 就是郭台铭你自己去找侯友宜 如果侯友宜愿意退的话 那这个我相信这个说法大家都有听到 那后面的版本是最近国民党又流出来的 后来郭台铭真的有去找侯友宜 结果呢 侯友宜让不愿意退嘛 因为他被国民党征召了 所以郭台铭后来就怒呛侯友宜说 好 我要花一百亿我跟你拼了 我就是要报复你 意思就是现在是阿明的复仇啦 那你现在可以看得出来 我觉得阿明的复仇 现在如果说按照这个天方夜谈 这个故事的版本是真的话 现在阿明的复仇做得很彻底喔 你看他现在走 我现在开始屏东 然后一直苗栗 不是这个邱毅还爆料说 后面还有八场造势吗 连东风都借到了 哇 那个还有 不要再讲说张荣卫八月十七 还要再帮他办主流联盟 我觉得现在根本就是阿明复仇的 开始第一步啊 我就算今天选不上 我跟你搞到一月二十四号 我现在根本花不到一百亿啊 我就一百亿我让你国民党倒 我让你侯友宜 我让你侯友宜选不上 我就在临时你国民党 我只要一天不宣布说我要选 你能拿我怎么样 我觉得现在阿明的复仇 就是在临时国民党 偏偏国民党就是硬不起来 我刚刚前面讲那么多 就是说国民党对于郭台铭 还心有幻想 反正我们都还是同志啊 这个还是用温情喊话啦 希望你可以 问你人家就不是啊 你跟他温情喊话 人家建议就是摆明了要复仇啊 我就是现在在搞你嘛 我就是宣传我的理念啊 我就是不说我要参选 你怎么样 我就是主流民意大联盟 你要怎么样 我真心觉得说 如果国民党继续被郭台铭 这样玩弄于鼓掌之上 然后又印不起来 又对旁边这些 想要来要东要西的这些人 你都没有皮条的话 那坦白讲 国民党真的宣布提早出局 而且我会觉得说 连带的他的小鸡都会很惨